大家好,我们时间应该到了 开始我今天的演讲 欢迎大家在周五下午倒数第二个session来 听我分享有关Civerno的经验 那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 如何在把Civerno带到你的生产环境中 并且确保它在Day2的Operation是可以正常运行 首先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是赵舒婷来自Namata 现在是Civerno社区的一名Maintainer 我帮Civerno帮助他的Release Management 和一些Design Discussion 我都参与在其中 好,那我们Civerno 我收到的就是在这两天在Civerno展台 收到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Civerno 到底什么意思 其实它来自一个希腊单词叫Govern 它的意思是帮你控制管理 那么刚好我们Civerno作为一个 Kubernetes云原生的策略引擎非常好的诠释了它的功能 它现在是处于云原生的策略引擎处于孵化当中 我们也提交了毕业的申请 并且在两周之前刚刚有两个TOC的MemberPayClub的我们的Project 然后现在在进行这个User的Interview当中 Civerno社区也是非常活跃的 每天我们可以从Select Channel上收到至少五个以上的问题 然后在Github上也有五千多个Star 并且有三千一百名Slack member活跃在社区当中 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从Civerno的开发到部署 然后再到你的Policy在你的集群中管理的一整套流程 那么从Civerno创立之初我们最大的亮点 其实就是它支持Kubernetes 它是Kubernetes原生的 那意思是什么呢 如果你了解过其他的在支持Kubernetes的策略引擎 比如说Opa Geek Keeper 你知道它是用的是Opa 然后它其中用的是Rigo这个Programming Language 那么作为Civerno一个主打的亮点 我们支持的其实是YAML的配置 这样如果你已经熟悉了Kubernetes的这一套逻辑的话 你会非常简单容易上手的来阅读 以及创建Civerno的这个策略 我们Civerno也是通过这个YAML的配置 你可以来实现不同的应用功能以及场景 比如说对你的教验 对Pod Security的教验 或者是对你的进来的Resource进行一些更改 打一些Tag或者是贴一些标签 都是可以在准入控制的时候来进行这个策略管理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 它还可以帮助你自动的创建一些资源 比如说在你Namespace创建的时候 它可以帮你Automate一些资源的生成 以及供应链安全我们可以帮你verify你的image 你的镜像的签名 或者是集成在镜像里的Sbomb 都可以对你这些payload进行验证 那么你可能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作为一个YAML的配置 它怎么来实现复杂的逻辑呢 我们Kubernetes也是引入了James Pass 它作为一个Json的Query Language 还有Cell是Kubernetes的最新的Validating Emission Policy 支持的一种语言 所以这些都是无缝支持在Kubernetes里 帮你来完成这些复杂的逻辑 那么在分发的这个阶段呢 它作为Kubernetes Native 当然你可以用Kubcato Customize 包括HAM 以及一些Github Ops 2 Argo CD或者是Flux CD 来对Kubernetes进行部署 它如果是跑在集成中的话 当然你可以用这些已知的 或者是Kubernetes API来进行分发 但如果你需要跑在Kubernetes Cluster之外呢 Kubernetes还支持它的CLI 有Github Action 可以来集成在你的CICD Pipeline里 那么在它进行Enforcement这个环节中 刚刚提到的CLI 可以集成在你的CICD Pipeline 那么它在Admission Control的时候 可以来帮你做这个 这个HTP Request的请求的决定 我希望这个Request被拒绝 如果它有一些策略 并没有 你叫Comply with your policy 它就会拒绝你的这个请求 当然如果你不需要Admission Control这个功能的话 它可以再对于你已有的Existing Resource 进行一个报告的生成 我们继承了那个Kubernetes Policy Working Group的这个CR 叫做Policy Report 会对于你所有的Cluster的这些Volation 进行一个报告 这样你会在这个CR里面 或者是产生的Policy Report 这个Resource里面来看到 你有哪些Volation和怎么样去把它Fix掉 好 那我们现在Cubernal在Cluster里了 Policy也在Cluster里了 那么你怎么知道你哪些Policy 已经被处理了 或者是有哪些Tracing 可以来帮助你更好地理解 这个Policy Application 你可以通过Kubernetes的Events 在每一个Policy执行过后 我们都会产生一条Policy Kubernetes的Event 这样你可以去查看这个Event 来表明 OK我现在这个Policy已经Apply到 你的一些Resource上 或者是Kubernetes自己内部 也会Publish Matrix 然后来帮你更好地理解 你到底这个Resource有Volation 它这个Rule到底是Fail还是Pass 那么最后当你整个一套 已经跑在你的Cluster里的时候 可能你Cluster会有不同的 新的Resource进来 你会有一些不同的配置产生 Kubernetes都是可以 Policy都是可以帮你管理的 这里我们引进了Policy Exception 比如说你想对一些Resource 特定的Resource进行 把它Exclude掉 那么这里会有Global的Choice 或者是Policy Level的Choice 你都可以对它进行不同的配置 来实现你最终的需求 好那我们大概了解了 这个整个的Life Cycle之后 我想详细的为大家介绍一下 Kirono可以实现的 在你生产环境中 可以实现的一些功能 我们有刚刚描述的 那么多功能 那么用在你的生产环境中 第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 就是对于你的Pol Security 进行Enforcement 我们都知道Kubernetes 在早期的版本中 它是提供Pol Security Policy 这个功能的 但是因为它的 不管是复杂性也好 或者是不可拓展性也好 最终Kubernetes社区 是放弃了这个PSP的支持 然后现在转到了 Validating Emission Policy 当然在此其中 Kubernetes作为一个准入控制 它是对Pol Security 进行了一个 out-of-box的support 我们打包了17个Kubernetes 来对你的Security Context 进行较演 它是通过HempChart的情绪分发的 所以当你把这一套 Pol Security安装在你的 集群当中的时候 它就可以对你相应的 这个进来的Pod 或者是Workload 进行校验和处理 不管是你想拒绝它的请求 或者是你只是想生成Pol Security Report 这个Validate Policy 都是可以帮你实现的 除此之外呢 如果你们了解到 Kubernetes自己 built-in的这个solution 叫Pod Security Emission Kubernetes也是对它进行了 一个integration 在integration的图中呢 我们发现Pod Security Emission 它其实并不是非常的灵活 因为它是在你namespace level enforce的 如果你的这个Pod schedule到你的这个namespace里 它就是对整个的namespace 都会进行enforcement 但是在Kubernetes进行integration的图中 我们也offer一些灵活的选项 帮你做exception 比如说你这个admin pod 你并不希望它被扫描 或者是一些类似的情况 都是对Pod Security Emission 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这个Cubernal Policy的例子 因为我也是在这两天展台收到了很多反馈 这个听起来好像很fancy 我可以帮你教验你的security context 但是你的那个policy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它具体是怎么写的 所以我也attached了一些snippet在这里 这里你看到它就是一个yaml manifest 然后它这里kind是cluster policy 然后在第七行这个policy的rule里面 我define这个rule来选择我的pod 那么在右边的这个截图当中呢 就是Cubernal Validate这个pattern 就是我帮你教验你的这个secured context 所以你看到从第十八行开始 它其实是借鉴了整个pod spec 就是你把你想要教验的这个attribute 直接写到Cubernal的这个validate pattern里 它就可以帮你进行验证 比如说这里最后三行的container 我希望你的allow privilege escalation set to false 然后呢对于有选择的infirmary container 或者是inic container 因为你有的pod可能有 有的pod没有 所以我这里有一个等号括号 是来做一个conditional check 如果这些container存在的话 那么我们希望对这个相应的security context 进行验证 所以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 针对这个disallow privilege escalation 这一条standard的教验 然后它的教验结果呢 你可以看到在左边第六行 我这里有validation failure action 我这里写的是audit 那么它这个意思就是 我并不希望它对我的admission request 做任何的控制 只是在我这个request进来之后 我会给它进行一个报告的形式 然后把这个结果写在police report里 当然你可以把它这个audit变成enforce 那么就是我会拒绝你的这个pod的 create的这个请求 好 那除了教验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对你incommon resource进行更改 也就是它的mutation功能 我们知道set card pattern 是在kubernetes里面非常常见的一种pattern 它可以来帮你实现 比如说service mesh的功能 或者是帮你manage secrets的功能 这些都可以用这个set card container的功能进行实践 那么cuburnal mutation的这个feature呢 功能它可以帮你inject一个initcontainer 或者是set card container 来作为你的这个主pod的一个侧功能的支持 那么在这里一个mutation的实例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从第八行开始 它是我对于这个container 我要插入一个vault agent 并且我也插入一个volume叫vault secret 然后把这个container mount到这个secret上 然后这里第一行它是一个mutate pattern 所以在你的cluster policy的rule specification里 你就写一个mutate pattern之后 然后剩下的一些还是根据你的pod的spec来写的 就是这里的括号在cuburnal的policy里都是进行条件验证的 所以我这一条这个规则就是说 如果我的这个pod上有这一条annotation 我才会加这个才会inject这个side card container 如果这个比如说这条annotation set to false 那就它就会告诉cuburnal OK 我这个pod不需要这个side card container cuburnal就会skip掉这个injection的动作 make sense? 因为我们刚刚回到刚刚的那个选择上 因为我选择的是所有的pod 其实你并不是要对所有的pod都来 都想要进行这个inject这个sell card的功能 所以在这一条mutate rule里面 我专门添加了一个conditional track 就是你可以filter down 你并没有这一条annotation的pod 然后对于满足这个条件才进行插入 OK we can talk about that offline 你可以用其他不同的conditional track的功能 这个括号只是一个inline的选择 你会有precondition的check 一些不同的规则来对它进行条件验证 好那我们到下一个应用场景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在你namespace的创建图中 你可能需要自动的去创建一些其他的resource 来实现multitendency的功能 比如说我作为一个user在这个集群中 我想创建一个namespace 那么我就需要相应的rback permission给到我 然后让我可以manage这个namespace里的所有resource 所以根据我的这个比如说我的username也好 或者是我的一些role也好 你在这条request进来的namespace creation的request进来的图中 我就可以获取到的这些userinfo 然后对这个namespace打一个标签来表明 OK是谁create这个namespace 然后呢我通过这个标签来提供不同的创建资源的选择 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我想称为namespace admin 那么我就打一个admin标签在这个label上 我就会比如说我要create一个role binding 我要给它bind这个namespace admin的这个role 它就可以帮你自动的创建 这样你就可以在无缝的管理你的所有namespace里面的资源 或者说你可能需要复制一些比如说secret 你的registrate credentials在存在一些secret中 然后你在新的namespace创建的时候 你希望把这个secret copy过来 这个generate policy都是具备这个功能的 也就不需要你自己再去手动培制了 还是一个policy的这个实例 这里是generate 我们看到第六行 还有一个generate的这个keyword 然后从第七行到第十行 你给到我的是你想要创建的资源的类型 还有apr version kind namespace and name 然后再从第十一行往后 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role binding的specification 你告诉我你的metadata是什么 你想要bind到什么样的rule上 然后这个subject就是我这个创建这个namespace的这个人 我就是有从这个emission request里面 获取userinfo.username 绑定在这个clusteramind的这个role上 好那最后一个我想分享的这个应用实力 就是对于供应链安全的一个使用 供应链安全现在也是非常火热的一个话题 在你的生产集群中 你当然不希望有一些匿名的镜像被部署到你的集群中 那么你就需要有一个签名的镜像 或者是你可能对这个镜像里的一些 vulnerability scan report进行验证 或者是对你的version进行一些验证 Cuburnal都是可以通过这个image verification policy来实现 它内部的原理呢 就是当你这个pod进来的时候 我们会拉取你的这个镜像 所有的内容包括signature和payload 然后也是集成了sickstorecosign和orisnotary 帮你做不同形式的signature的验证 以及sbomb的验证 它作为结果跟validation policy 其实是相似的 我可以拒绝你的请求 或者是我帮你做最后的这个报告 但是你的这个请求还是可以依然通过的 好那我们了解到了不同的应用场景之后 你要把Cuburnal部署到你的生产集群中 所以我们就要先来了解一下 你装Cuburnal的时候 它到底装了一些什么东西 那么作为一个准入控制呢 Cuburnal一定是会跟API server来进行交互的 这里我们列到的admission controller和cleanup controller 都是要对API server进行注册 webhood configuration来告诉API server 我有哪些请求是需要你帮我 forward到Cuburnal这一段 然后我来对你进行 比如说mutating的更改也好 或者是校验也好 把这些policy执行的一个结果 再返回到API server来告诉他 我到底是不是要把最终的结果资源 创建到ETCD里 那么还有另外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的webhood configuration是动态配置的 假如说你安装了Cuburnal 但是你并没有安装任何policy策略的话 这个webhood是一个空的 就是他不会给你发任何的请求 如果你假如说你刚刚装了一个pod的policy 那么他只会把这个pod的request forward给你 如果是其他resource的活动 他是不会到Cuburnal这一边的 好那这两个是准入控制的controller 那么还有另外两个是reportcontroller and backgroundcontroller reportcontroller顾名思义 它就是对整个的这个violation 或者是policy application的结果 进行一个报告 以最终policy report形式写在ETCD里 这样你可以对它进行查看 那么backgroundcontroller是用来实现 这个刚刚说的generate这个功能的 就是帮你创建resource的时候 使backgroundcontroller在处理这些请求 这两个controller都是让在准入控制之外的 它是不需要跟API server进行注册和交互的 好的 我们简单的理解了一下 Cuburnal的这个架构之后呢 你作为一个end user 假如说你想实现各种各样的功能 你现在不知道你哪个policy适用 那么最简单的你不想要在你的极群里面测试功能 我们提供了playground 这里我也附加了链接 这个slide是在网上公开的 你可以到Cuburnal Playground去尝试 apply你的这个policy 然后可能你想知道结果 它到底是pass还是fail 或者是generate这个resource 它最后到底是什么样子 你就可以用Cuburnal Playground来简单的来测试一下你的 这个策略和你的resource 那么假如说你想 比如说更大的你有一群resource 或者是你有一群a set of policies 你就可以用Cuburnal的CLI 来比如说load你本地的resource 或者是你的Github repository里面的resource 来对它进行扫描 然后产生report 或者你想对你已经在跑的极群进行一个扫描 你可以用这个dryrun的功能 它最后也是会报告 你现在在跑的这个极群 到底有什么violation什么东西 是违反你的规则的 你都可以在不安装Cuburnal 到你极群的情况下 用CLI来获取这些结果 那么最终我们的目的 你还是要把Cuburnal放入 部署到你的极群中 然后对它进行策略控制 你可以用Cubicado Customize GitOps或者是HAM 各种各样的Kubernetes工具 Cuburnal都是支持的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有default的这个installation 那我想知道 比如说我对准入控制的时候 我可能在一天的某一个时间段 这个极群的活动是比较活跃的 或者是我想要更快地实现 我的这个HTTP request的响应 那我应该怎么样配置 它的Cuburnal不同的controller的 这个setting 这里针对admissioncontroller 刚刚提到 它是作为准入控制的一部分 它既可以通过增加 replica account的形式 来更细化地来帮你配置 这个emission controller 或者是提高它的memory allocation or CPU allocation 来帮你更快地处理 这些emission requests 因为每一个running的emission controller pod 都是可以帮你处理进来的emission requests 在这个图中 假如说你疫苗有一千个request 这样你就可以通过增加replica account的形式 来帮你更快地返回这个policy处理的结果 那么同样的这个cleanup controller 也是通过两种形式 horizontal scale和vertical scale 来帮你提升你的这个配置 Cuburnal这个部署的这个环节的目的 这里提一句 cleanup controller 它主要的功能是帮你 比如说我需要一个resource 我需要自动地删除一些resource 比如说这个resource 我要在这个classer里 让它跑大概十个小时的时间 十个小时之后 我想要你 Cuburnal帮我把它移除掉 这个就是cleanup policy的功能 或者是你在一些条件下 你可能想把这些resource移除掉 都是可以通过Cuburnal policy来实现的 cleanup policy来实现的 好 刚刚两个是准入控制的controller 那么后面两个reports controller和background controller 它并不是准入控制的一部分 并且它们都有相应的这个resource 需要不断的reconciliation 所以它是一个stateful的一个controller 所以在这里我们只能对它进行vertical scale 它的意思就是你只能通过增加 你的resource allocation的形式来帮你 更快的更好的配置这个controller 因为这两个controller 包括reports controller和background controller 它都是需要leader election的 就是不管你有多少个instance 或者replica在跑 它都只有leader在工作 所以你单凭增加replica count的形式 其实是不可以对它进行优化配置的 对于安装curnal是官方支持hamchart的HA的部署形式 刚刚讲到的需要leader election的两个background controller report controller 你需要一个active instance 还有需要一个backup instance 所以至少是两个instance来实现你的HA部署 那么对于准入控制的这两个controller emission and cleanup controller 你是可以不断地增加它的replica count 然后来对你cluster上不同的活动来进行培制的 这里是一些更fine-grained的一些tips 比如说可能你用curnal并没有用它全部的功能 我只是对它进行pod security context的教研 那么这里就着重在emission review这里 那么你怎么知道你可能需要三个instance 或者是五个instance 你要给它1G的memory还是2G的memory 这里一个非常有用的key factor 就是emission request rate 假如说你一秒发送10个请求 和你一秒发送1000个请求 它的资源对于资源的要求 对于replica的要求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后面我会讲到具体会来怎么测试这个rate 但是这里keep in mind 这个rate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但假如说你可能不需要准入控制 你不需要enforce 你只需要一些reporting的功能 那么这里对于report controller来说的话 因为它有in-memory cache 对于pulse report这个resource 和infirmary reports 这是一个中间的resource 来集成所有的报告的结果 到最后的pulse report上 所以你如果假如说你一个集群中 有一万个pod 或者是一个集群中只有一百个pod 它对于memory的需求是不同的 所以这里你可以对它进行 这个resource allocation 不同的configuration都是可以的 刚刚提到了只有leader 对于report controller和background controller 只有leader在进行这个工作 那么你怎么增加它的处理能力呢 这里我们提供了可以配置的worker的数量 比如说你想更快的看到这个报告 你就可以增加controller的worker 它会同时有你配置的这些worker 来帮你处理和生成这些报告 那么再更加细分的一些其他的tips 就是比如说你可能有复杂的一些逻辑 你需要lookup 查找你其他的cubernetes resource 比如说config map 然后你要load它的data 你就需要这个api的lookup 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在client side 对你有一个延迟 如果你频繁地lookup的话 这个时候cubernetes的这些controller 是提供了可以配置qps和burst的功能 帮你把这个延迟降到最低 或者是你想不同的policy 都对同一个resource有lookup的话 你就可以把这个查找的结果 放在这个global context entry里 你就可以在你所有的policy里 去access你的这个查找的结果 好那最后这个部分就是 cubernal对performance的一些压力测试的结果 从cubernal1.10 1.11开始 我们会把这个压力测试的结果 都发布在cubernal的这个website上 然后我们用到的工具是work和k6 work是cubernet的sig 开发的一个工具来帮你仿真 你的这个node的生成 我们知道如果你想测试 比如说pod security的话 你就一定要有足够数量的pod 那么cubernet对于每一个node上 可以创建的pod是有限制的 所以你如果要做更大的压力测试 你需要更多的pod 所以更多node 这里work就是来帮我们仿真这些node 然后k6呢 它是ground funnel labs发展的一个 开发的一个开源工具 主要是用来做压力测试 我们cubernal用到的一个场景 就是帮你来测试这个httb request的 这个响应的这个整个的请求时间 你也可以看到下面我的这个一个截图 就是对于17个pod security policy的一个测试结果 当你发送1000个request的时候 我们的平均的响应时间是42.89ms 然后这里有相应的memory和cpu的使用情况 这里我附了一张k6产生的这个报告的截图 在这个红框框里 你可以看到我们那个latency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这个http request duration 这里我们有不同的measurements 但是你可以看到最后 它有这个http request field 我发了1000个request 我希望这1000个request都fail掉 所以可以看到kubernal是非常 在这个测试中是非常稳定的 好那最后就是希望大家积极地跟我们互动 不管是你有这个使用这个策略引擎的需求 或者是你有任何已经是用户 但是有任何问题 我们都有slack channel 我们有public meeting 有github issues 你都可以通过这些方式来找到我们 最最最最重要的是 kubernal在申请这个毕业的过程中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maintainer和contributors 来支持我们 backup我们 所以不管你是对某一个环节感兴趣 或者是你可能根本不coding 你只是对这个document 或者是对策略有更多的想法 或者是你有更多的use case 都可以跟我们联系 这里是非常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社区 今天就这样 我们看看有什么问题 或者是反馈 我还有一个问题 是 所以 我想 我已经有少约 Caverno is already defined today, and today I'm going to install Kaverno. Yeah. And is Kaverno able to detect any existing legal violations that we use in NERD? Yes. Yes? Sure. So I said that instead of running Kaverno as an admission controller, you can still do the scanning job of your existing resources, right? So with the validated policy here, I'm setting the validation for the action to audit, then it doesn't, you know, enforce your admission request, but instead it generates the violation, aggregates the violation into the final policy reports, that's a CER from policy working group, and you are able to inspect those violations as a result of the policy report. So it doesn't touch any of your resources, but only generate the reports. So do you mean this kind of scanning just doesn't happen automatically? Yes. When you install Kaverno policy, it'll scan all of the existing resources of the match resources and produce the report. So another question, you just mentioned the integration itself. Yes. Well, we are able to convert Kaverno policies to validating admission policy automatically, and one-way conversion from Kaverno policy to validating admission policy. And then all of those validating admission policies are applied at the API server side. Kaverno doesn't process anything. and just do the conversion and let the API server handle the request, return us the response, and then, for the respect, return back. Yes. Another question. So it looks to me that Kaverno can do both mutation and validation. Yeah. That's correct. Right. So when I'm writing some rules in Kaverno, do I have to be aware of that? No. No, you don't need to. Because mutation always happen before validation. So whatever changes you make to your resource, it'll still go through the validating phase. So whatever changes, it'll be validated during that validating webhook, and then if you change something to, you know, break some settings, it'll be reported as a part of the validation result. Sure. Any other questions, comments? All right. I think that'll be all. Well, thank you all, and I hope to see you in our community. Enjoy your rest of the KoopCon. Thanks. Thanks. . . 谢谢观看